嘩,你很毒啊 打遊戲並不等於毒 我那裡有飯 這條菜心而已 不是斷腸草 不是啊,你這些 又濕毒又熱毒 蛤? 在我的遊戲中 鶴頂紅和披霜才叫毒 這些有毒嗎? 你有所不知 不是毒死人才叫毒 聽意思怎麼說 那樣東西叫毒的話 即是邪之漸者 即是那樣東西是很嚴重的 是比較厲害的 譬如有熱毒 即是熱的程度很高 高度是令自己有很嚴重的熱氣情況 蛤? 那我們自己煮吧 吃這些 你懂得選新鮮食材嗎? 通常就是過期的 便宜一點 蛤?你小心一點 其實如果我們平時說 雞鴨鵝 或者牛肉 有殼的海鮮等等 其實裡面都有一些 二性蛋白 這些二性蛋白 都會令到我們身體 有些免疫反應 如果食材不新鮮 都可以叫做毒 嘩 嘩 嘩 你今天不吃刺 吃齋 你 嘩 嘩 Winnie已經結婚了 關節痛 是不是因為太濕熱 夜吃 你關節痛 又吃腐竹 你痛風 痛風 根據營養師所說 痛風就是身體的尿酸果膏 引起的突發性關節炎 原因是身體分解不了尿酸 累積在關節中 就會產生痛症 而好多食物 例如鬥製品 菇雷 酒 都有好多的飄靈 飄靈積聚就會變尿酸 令到痛風加劇 所以高飄靈的食物 對痛風患者來說 一樣是毒 等我還以為自己這麼有吸引力 痛痴去吧 青竹蛇而口 淪風美後針 兩者皆不動 醉毒苦人神 不要亂吃東西了 Kanel 第一